周四日元突破了155大关 虽然此前各大机构都预测 155将是日本当局下场干预的底线 但很明显在逼近156的关口情况下 目前当局除了口头干预之外 并没有出现任何实际的措施 所以才让市场开始担心 一旦日本政府继续袖手旁观 加剧了抛售的噱头 那么日元极大可能在短期内下挫到160 那我们不是说口头干预没有效 但带来的效果实际上并不能维持太久 那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出于 日本国内企业对买入美元的需求也十分强劲 那日本央行退出了负利率政策之后 到时不少企业都押注日元即将升值 因此陆续减少了美元的储备 但如今为了避免日元进一波贬值 导致进口企业本身的成本增加 当务之急就是赶快加紧筹筹美元 那从另一方面来说 日元的买入需求实际也十分缺乏 在雷曼危机之后 日元松址的情况下 日本出口企业不再将海外赚取的利润带回日本 而是将其用作海外的再投资 形成了一种不易受到汇率波动影响的业务结构 再来 在日经指数率创新高的情况下 股市投资者也为了抑制汇率的风险 引入了日元做空的对冲举动 对日元形成了一定的抑制压力 前几支视频我们也曾经说过 本周的焦点主要还是放在了日本当局对汇率干预的时机 那首先日本央行已经在周四开启了四月的货币政策会议 但是由于现行的政策过于宽松 即便日本央行在会议之后释出强烈的银派暗示 我们认为也难以阻挡日元贬值的态势 就算通过有效的外汇干预 推动了投资者回购日元短暂缓解抛压 但考虑到央行本身的美元外汇储备的资金制约的因素 买入日元实际也很难无限期的持续下去 只要美日利差持续扩大 那么就无法阻止市场继续抛售日元 换言之美国通胀压力不消除 美联储没有足够的流降息 那么我们便很难指望日元能够在利息差扩大的情况下 进入全面转涨的局面 尤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期的银派转向 甚至让交易员开始转态 压住当局要么全一步降息 要么就是进一步加息的预期 在无法抓住美联储进入宽松周期的时机的这种情况下 不少机构也开始修正此前对日元松址的预测 而在美国债券期货市场 为应对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到4.9%而进行的期权交易也逐渐扩大 那如果我们从过去与政策利率的关联性来看的话 这就意味着年内不会降息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晚些时候美联储的PCE通胀指标出炉 将有可能对日元产生重大的影响 加上下周一和周五是日本的公共假期 交易量将进一步减少 进了增加市场的波动性 那以上就是我们对近期日元总是的分析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感谢您的观看